注意看 王队为了王队 敬请 娘娘 舒服吗 本宫绝招 都快升天了 那 我再换个地方 娘娘 感觉如何啊 飘飘雨仙 仿若置身在云端 这法子不错 本宫倒可以 向你替皇上求情 谢姑娘娘 若你还有别的法子 本宫倒可以赐你和小莲一座对食宫殿 如何 有 当然有 那这一次 还又脱衣服 这一次 咱们 脱鞋子 嘿嘿 小鬼头 好 娘娘 寝宫还审不上了 赏 你让本宫再次升天 本宫定要好好赏你 谢娘娘 小梅 你怎么来了 我被安排跟刘公公顿时 每晚她都虐待我 你看 天哪 好惨啊 我的小穿口口 应该不会是那样的人吧 你不懂 那些没跟的太监 自己不能办事 就拿咱们撒气 妥妥的心里扭曲 我的小梅 你别哭了 这个你拿着 太监虐你 就是为了舒服 你用这个 他也会舒服 拿好 我走了 我走了 今晚跟小莲对食 这些东西 她一定会很喜欢的 小莲今天晚上 一定很快活 小莲 我回来了 你拿个狼牙棒做什么 小诚哥哥 你回来了 你这一麻袋什么东西啊 都是些 对食需要的东西 让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啊 你别过来 无耻狂徒 我原本以为你跟其他老太监不一样 没想到你和他们一样 都是这么无耻下流 什么无耻狂徒啊 我这些 都是对食的必需品啊 我跟你拼了 哎 小莲 你要谋杀亲夫啊你啊 哎 说到我是女子 我就打不过你 我是来对食的 不是来打架的 对食 休想 打不了 大战三百回合 我去啊 我还没脱衣服呢 你要跟我大战三百回合啊 无耻 孙莲 我怎么就无耻了 我不就吃个饭吗 吃饭 对食 不就是面里面吃饭吗 娘娘让我来做你的饭搭子 这样啊 你还笑 我来帮忙 好 好吃吗 好吃 那你还能要对我 人家那不是怕你对食吗 对食 还有别的意思啊 你把他送过来 原来如此 你叫那么大声干吗呀 那你 想吗 你坏死了 就知道欺负人呀 对不起啊 其实 我也没有 好了好了 既然娘娘已经把我赐给你了 那我就一定会把你当作夫君来看待的 嗯 只可惜你是个太监 你说你要是个真男人该多好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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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